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防癌抗癌的功效 许多中老年人坚持每周吃两到三次鱼肉 说是能够养生还可以延寿 这是真的吗 一 研究表明 经常吃鱼能够降低全因死亡率 根据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和欧洲临床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数据表明 每时用250克到350克鱼肉 患病数据出现明显下降 对于60岁以上的老年人而言 晚年患病风险更低 这也就代表着更长寿 由此可见 经常吃鱼的好处远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加多 可有些鱼不仅没有营养 还会有损健康 例如以下这六种鱼 二 建议停止吃这六种鱼 或含有甲醛和重金属 一 畸形鱼 形状奇特的鱼 很有可能是生活的水域环境受到了污染 而且这种鱼 可能是因化学致癌物的作用导致遗传变异 很多鱼体内都有肿瘤 如果吃了这种鱼 不仅影响身体健康 还会增加患上疾病的风险 二 巨型深海鱼类 许多人总觉得 深海鱼的营养价值比淡水鱼要更高一些 因此 有些人不惜花大价钱买一些大型深海鱼类 这些深海鱼类比起淡水鱼所处的环境更为复杂 深海鱼体内含有大量的重金属 如果儿童经常食用 不仅会影响健康 还会损害神经系统 三 会开花的带鱼 带鱼是很多人都喜欢的鱼类 只需加一些简单的调味料 放入温热的油锅中煎炸 就可以做出一盘美味的带鱼 如果在炸带鱼的过程当中 发现带鱼的身躯像是活了一样 卷曲在一起 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因为这种现象可能是被甲犬浸泡过 大家买回家的时候 一定要将带鱼用这种方法测验一下 四 来源不明的鱼 那些没有资格挣的生贩手中的鱼 小湖边他人捕捞上来的鱼 或自己在河里钓的鱼 都最好不要给孩子吃 这些鱼没有检验过 不知道其中重金属的含量怎么样 而且城市里的小湖泊 是最容易受到污染的 里面鱼的重金属含量也比一般的高 五 污泥中的鱼 生活在污泥之中的鱼有很多 其中黄鳝 泥丘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生活在污泥之中的鱼 基本上体内都含有一些甲犬和重金属 而且寄生虫也是比较多的 虽然大家在制作的过程中都会用高温烹制 但是很多寄生虫具有耐高温的习性 不仅能够保证高温能够把它们彻底杀灭 如果食用了这种寄生虫的鱼 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危害 六 冷冻时间过长的鱼 为了能将鱼肉的保质期延长 很多人会将鱼肉放入冷柜中保存 这样虽然能延长鱼肉的储存时间 但冷冻时间偏长的鱼肉 营养价值早已随着流失 所以大家在挑选鱼肉时 尽量按压一下鱼的身体 判断一下这条鱼究竟被冷冻了多久 如果发现鱼的眼睛特别浑浊 说明这种鱼肉早就不新鲜了 市面上这种不新鲜的鱼非常多 所以我们要仔细辨别 购买和食用时多注意以下几点 3.买鱼吃鱼时要注意四点 1.选小型鱼 随着食物链的传送 水体中的有机质浮游生物 小型草食性鱼类 大型肉食性鱼类所含的污染物浓度逐级增高 呈现出明显的生物放大效应 小型鱼生长期短 处于食物链底层 所以污染物含量更少更安全 2.选流线型鱼 回游性鱼类一般生活在水域中上层 由于产卵季节等原因 它们不会长期生活在固定水域 体内沉积的污染物较少 这类鱼的体态多成流线性 如鲸鲤鱼 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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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刚处理好的活鱼放放在吃 刚处理后的鱼肉品质并不是最好的 因为鱼肉会有一个排酸过程 需要放置一段时间才会更鲜美 像草鱼 鲤鱼这样的小型鱼 应该冷藏两小时后再烹调 而大型鱼需要冷藏超过两个小时 4.尽量蒸着吃 在所有的烹调方法中 蒸最为健康 烹调温度较低且用油少 能很好的保护鱼肉中绝大部分营养不被破坏 煮或炖鱼中 有一部分营养可能会流失于汤水中 烧烤的温度较高 容易产生有害物质 并且烤鱼的用油量也不少 破坏了鱼低脂的健康特色 油炸含量更高 对鱼营养破坏更大 也不建议食用 另外 有些人对鱼鳞情有独钟 可它真的能食用吗 4.健康冷知识 鱼鳞可以吃吗 鱼鳞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脂肪和多种维生素 含有铁、心、钙和多种人体必须的微量营养素 其中钙鳞的含量很高 能预防小儿勾勞病 集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症与骨折 鱼鳞中所含的多种不饱和脂肪酸 可以在血液中以结合蛋白的形式 帮助传递及乳化脂肪 减少胆固醇在血管壁上沉积 具有防止动脉硬化 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等多种作用 鱼对人体的好处有很多 但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适合吃鱼 我们来看看哪些人不适合吃鱼 5.这些人不宜多吃鱼 1.痛风患者 因为鱼虾贝类等食物富含飘零 痛风是由人体飘零代谢异常引起的 因此痛风患者在急性发作时期 应禁止吃所有的肉类和高飘零食物 在延缓期吃鱼要禁止过量食用 可适当选择飘零较少的鱼类 而飘零较多的鱼类则要避开选择 也千万不要吃含飘零非常高的沙丁 鱿鱿鱼凤尾鱼鱼子等 2.服用一些药物的人 比如绿本纳米 是阻胺受体结抗剂 而鱼虾等富含阻胺酸的食物 可在体内转化成阻胺 如果鱼和抗阻胺药一起食用 会抑制阻胺分解 导致阻胺积累 引起头晕、头痛等症状 3.出血性疾病患者 如血友病、血小板减少 维C缺乏等出血性疾病病人 因为二十碳五代酸鱼油中 含有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的物质 从而加重出血性疾病患者的出血症状 4.过敏人群 一旦出现皮肤过敏 就要小心吃鱼 以免引起更严重的过敏 5.晚期肝硬化患者 肝功能不全的人群 肝脏凝血因子就会减少 不能吃沙丁鱼、飞鱼、金枪鱼、鲤鱼 大部分鱼都要减少食用 6.不孕不遇患者 研究表明 男人吃鱼过多 往往会削弱生育能力 因为鱼中的拱含量高于水中的拱含量 当拱进入人体时 它可以直接与血液中的红细胞结合 并阻碍生殖细胞的功能 7.肺结合患者 肺结合患者 吃了鱼容易产生过敏反应 严重者还会出现心悸 口唇肿胀、面部浮肿、皮疹、腹泻腹痛、呼吸困难、血压升高 这样威胁生命的过期反应 8.怀孕的妇女 孕妇常吃海产品 就可能导致子宫内的拱含量变高 拱含量越高 儿童的注意力 记忆力和语言能力等其他功能 稍有延迟的风险越大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应少吃海鲜 一星期最多吃两次 一次不超过100克 总的来说 鱼是最好的动物性蛋白源 对女性来讲 多吃鱼肉 有除皱美容功效 但以上提到的人群 最好不要食用 否则会给身体带来不好的影响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